一代力总理介绍政府工作计划 明年将严打偷水漏水 萨赫勒地区西基平线 安全形势难以好转 意大利总理介绍政府工作计划 明年将严打偷水漏水 意大利总理孔特在近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 介绍了政府工作情况及未来计划 着重提到了打击偷水漏水的问题 并且表示 将对使用电子支付的消费者提供最高2000欧元的奖励 报道称 孔特对于打击偷水漏水显得十分乐观 他在采访时说 2020年我们不会有什么困难 通过打击偷漏水 我们可填补1000亿欧元的财政损失 同时也不会对遵纪守法的纳税人带来任何负担 他说道 我们可以拿出其中一部分资金来进行减税 比如减20%或50% 他不能保证可以达到这个百分比 但是这是他们提出的目标 孔特强调了他打击偷漏水的信念 并称 只要继续执政 就会打击偷漏水直到最后一天 据报道 当前意大利政府把鼓励使用电子支付 作为打击偷漏水的一项重要措施 孔特称 我们将根据消费情况 对使用电子支付消费者 进行最高2000欧元的资金奖励 并不仅限于信用卡支付 还将会提供更广泛的电子支付方式 孔特还抨击了极右翼政党联盟党领导人 塞尔维尼 及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梅洛尼 他称 人们对塞尔维尼的支持正在逐渐消失 这从民意调查上可以看出 塞尔维尼通过极具煽动性的演说 煽动恐慌 使他在一开始得到了很高的呼声 但最终会消失 孔特强调 自己虽然在上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投票给了五星运动 但自己从没有注册成为其党派成员 他同时表示 自己内心的政治倾向 更偏向于左派 萨赫勒地区袭击平线 安全形势难以好转 布吉纳法索安全部队25日 在该国中北部巡逻时遇期 至少11名士兵死亡 此前一天 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在北部苏姆省 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发动袭击 至少7名军人和35名平民丧生 近年来 包括布吉纳法索在内的 非洲萨赫勒地区 奇迹事件频发 分析人士认为 萨赫勒地区政局动荡 经济落后 不足矛盾交织 极端势力乘虚而入 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 相关国家对极端分子的打击行动 目前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萨赫勒地区依然面临着 严峻的安全挑战 萨赫勒地区是非洲萨哈拉山 往以南 一个宽320公里至480公里的区域 横跨塞内加尔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布吉纳法索 尼日尔等国 塞内加尔国际关系学者 加耶·亚比说 萨赫勒地区国家政局不稳 政府对边界管控不利 安全部队力量薄弱 极端势力乘虚而入 亚比说 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 极端分子开始向 马里和尼日尔渗透 由于这两个国家 无法有效控制北部沙漠地区 极端势力借机站稳脚跟 逐渐把触手伸向了整个萨赫勒地区 布吉纳法索国际问题专家 西亚卡·库利巴里认为 经济落后 也是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一大原因 该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 不利于发展农牧业 贫困人口很多 走私 人口买卖等犯罪活动猖獗 为资深极端主义 提供了温床 此外 库利巴里指出 该地区一些不足的分离主义倾向 由来已久 极端势力到来后 煽动当地不足与政府对抗 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相结合 进一步威胁当地安全形势 面对严峻的极端势力威胁 塞赫勒地区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相继出拳 但取得的成果有限 布吉纳法索、扎德、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 于2014年成立了萨赫勒五国集团 以促进该地区合作 随后 五国还于2017年 正式启动了一支5000人的联合部队 法国2014年8月 启动新越行沙丘行动 向萨赫勒地区派遣约4000名军人 与地区内五国集团的军队 协同作战 共同打击极端主义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5月访飞时宣布 向布吉纳法索和尼日尔 提供总计7600万欧元的援助 然而 各方打击极端分子的努力 未能如愿见效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 凡尔汉·哈克 本月早些时候说 布吉纳法索流离失所的人口 从今年1月的8.7万 飙升至10月的48.6万 该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平说 萨赫勒地区的极端组织情况复杂 分裂为更小组织的速度很快 此外 由于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相结合 极端分子容易伪装成部落平民 安全部队难以对其实施有效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 萨赫勒地区实现长治久安 既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 也离不开非洲各国自身努力 亚比说 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令人担忧 面对挑战 除了呼吁国际社会积极介入外 萨赫勒地区国家 也应当认识到 解决极端组织威胁的紧迫性 努力团结社会大众 增强国家凝聚力 美国2019财年财政赤字 增长约26% 创七年新高 美国财政部25日公布数据显示 2019财年 即2018年10月1日 至2019年9月30日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 同比增长约26% 升至约9844亿美元 为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的 财政报告显示 虽然2019年财年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约4% 但由于财政支出增幅超过8% 市自大幅上升 该财年的联邦财政收入 约为3462万亿美元 财政支出约为4447万亿美元 最大的三个支出项目 分别是社会保障 国防和联邦医疗保险 报告显示 2019财年 美国联邦财政赤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从上一财年的3.8% 升至4.6%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 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 当天发表声明说 2020财年 美国联邦赤字 可能会超过1万亿美元 未来还可能继续增加 这是不可持续的 声明中说 目前的减税政策 和增加开支的做法 是不负责任 目光短浅的 该机构敦促国会 两党团结起来 共同应对财政挑战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8月下旬发布报告 提高了对未来10年 财政赤字的预算 将2020财年至 2029财年的 年均联邦财政赤字 预估为1.2万亿美元 其占GDP的比重 将建于4.4%和4.8%之间 高于过去50年 2.9%的平均水平 该机构表示 这主要是因为 总统特朗普 8月初签署的 联邦政府预算案 将导致未来10年 财政赤字增加 2.8%的翻译 3.4% 3.6%的南海